原来初唐时期 受到传统服饰的影响 当时的女子都穿的是一种 人字形交叉领的衣服 胸口裹得很紧 的确不会出现露出胸部的情况 而杜文玉考证 从唐太宗后期开始 随着经济的发展 生活水平的提高 女性服饰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些时髦的打扮 在上层社会开始流行 而这一切改变 都和当时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当时的社会上 人们衡量女性漂亮的标准 又是什么样的呢 在陕西的林同地区 一直流传着一个 当年杨贵妃媒体的故事 甚至还引领着 当时的时尚潮流 据说当时的长安城里 上至皇后贵妃 下至宫女平民 都流传着一种女性媒体的办法 还说只需短短半个月 就能见效 那么既然有传说 那是否还有秘方呢 在林同地区 人们都这样传说 杨贵妃每天在华清池洗完澡 都会在上身涂抹一种特制的乳膏 里面含有木瓜 藏红花 野葛根等天然的植物成分 涂抹之后再对相应的穴位进行按摩 从而达到养颜媒体的效果 在林同当地 关于这样的传说 还有很多 虽然不能够考证这些传说 有多少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 早在唐代初起 在不少文人默克笔下 就有很多关于女性穿着的直接描写了 比如说灌输罗群半路胸 是吧 这幅路败个胸 这个在唐室里面像这样的 这样的事过很多 就可以 你这传唐室里面能插出好多手来 它实际上就反映了当时的一种 一种时尚是吧 一种社会的一种风貌 同样 在初唐文人欧阳荀的笔下 也有很多类似的描写 在他的南乡子中 就有二八花垫 胸前如雪 脸如花的句子 描写的就是 年轻少女穿着裙装 性感妩媚的样子 唐人在欣赏女性的时候 胸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这些文学作品 诗歌作品 包括这个绘画作品 它突出这些地方 就体现了当时人 他的审美观在这方面 还是非常重视这个方面的问题 唐代是一个非常注重时尚的朝代 女性更是时髦乘风 引领当时的世界时尚潮流 样式上由遮蔽而趋暴露 装饰上由简单 趋于复杂 风格上由简朴趋于奢华 体型上由清秀而趋风鱼 出唐时 在宫中渐渐流行起 低领鹿胸的服饰风上 其形式为 上身穿方形或者圆领如山 下着长裙 衣领开得比较大 有的外着半袖短身衣 批驳 到圣唐以后 从宫中到民间纷纷流行 性感为美 在唐代服饰中可以看到 当时的坦胸大袖衫 它反映了贵族妇女的服饰 达到极度以利奢华的程度 她们身体上铺着白粉 使肌肤显得晶莹似玉 头上梳着高高的发际 手臂上缠着金条拖 身穿对金衫 袖子宽匪 垂及地面 一条织颈成裙 裙腰高至胸部以上 用颈带竖在胸前 宽大的裙居 拖叶在地 将身体全部照起 上身里面 步传内衣 紧着一件薄薄的透明沙翼 颈部胸的上半部 臂的大部分 袒露在外 尖皮彩色织绣的批驳 显得丰硕见美 浑然一体 既体现了唐代社会风气的开放 文化思想的活跃 也在一定程度上 标现出唐代妇女 对美的追求 追求丰满 是当时唐代人 对女性的审美标准之一 这似乎印证了 民间盛行的 唐代以肥为美的说法 而在一些唐代壁画中 我们也不难找到一些 大脸盘的丰满女子 这是不是说明 丰满肥硕的胖女子 在唐代很受追捧呢 那个画的大部分都是 社会的上层妇女 还共情的妇女 你看 哪一个是胖子 只不过就是 因为唐朝他喜欢呢 这个 这个妇女要健美一些 是吧 他怎么表现那个健美 他有时候把那个脸做得大一些 显得呢 这个人 显得非常健美 大家把它总结成 叫个以肥为美 这个是 是不全面的 常言道 暧昧之心 人皆有之 既然唐代人们崇尚 以肥为美的说法并不准确 那么 唐代人对于女性的审美标准 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唐代的诗词 壁画来参考 我们不妨对唐人的审美 做一番推测 首先 唐代人追求丰满 但他们并不喜欢 彻头彻尾的胖子 他们喜欢的女子 个个都是身材修长 个子很高 但是体型很匀称 第二 唐代人喜欢健康的美 虽然要身材修长 但并不是那种 弱不禁风的样子 第三 唐代人喜欢成熟的美 这种成熟 并不只是发育很成熟 同时 还要是内心成熟稳重 秀外惠中的女子 俗话说 人靠衣装 马靠鞍 再美的女子 总要穿上漂亮时髦的服饰 才能衬托和凸显她们的美 那么在唐代 在五妹娘生活的时代里 那时的女子 究竟如何通过她们身上的服装 来展示自己的美呢 由于历史资料里很少有描写 所以我们只能去博物馆里 寻找答案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第三展厅当中 陈列着众多唐代不同时期的器具 陶涌 壁画等文物 而一些坟彩和唐三彩陶涌 甚至保留着刚刚入土时的颜色 显得十分精美 而在众多的陈列当中 一件在西安王家坟出土的唐三彩女泳 显得格外特别 这件唐代中期的女泳 身穿彩色长裙 而上身却穿着一件短袖样式的短衫 更为特别的是 女泳的圆形胸口显得特别低 一个唐代美女的形象 栩栩如生 同样 在西安博物院的展厅里 有一组武则天时期的唐代式女泳 这组泳体型丰硕 神态各异 微妙微笑 而从这些泳的上衣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领口位置 同样也很低 有圆领 也有方形的领 不仅如此 这些衣物还显得十分轻薄 不难想象 当时的女子穿衣打扮 还是十分开放的 看来 影视剧里出现的唐代女子 身穿低胸服装的画面 并不是空穴来风 在武则天生活的那个年代 这种更能体现自己魅力的低胸装 至少在宫廷或者上层社会之中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妇女露出半蜡 把胸露出乳腺这种情况的话 使在这个从贞官后期 到唐高宗 武则天 这个时候呢 就开始 落了 如果把这种低胸装比作一种时尚 那么这种时尚在盛唐时期就显得更加普遍和流行 在这幅国国夫人游春图里 作为杨贵妃姐姐的国国夫人 她和她的随从都穿着这种低胸的裙装 而同样的 在另一幅提现唐代妇女劳动场景的 刀链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正在劳动的女子 同样也是穿着这样的低胸装 就连胸部的轮廓也显得十分明显 而这种性感的服装 也成为唐代夫时代一个显著的特征 国国夫人游春图与岛链图中的女性装束 体现了典型的唐人风格 短儒家长裙 再多一件批驳 国国夫人是唐朝的贵族女性 岛链的女子则是社会平民 但她们的身材与服饰风格大同小异 显然儒群是唐朝社会不分阶层的流行款式 唐人的儒群按领子之样式 可分为大经交领如群 对经直领如群 谭领如群 按群腰之高低 则可分为齐腰如群 高腰如群与齐胸如群 我们现在从国国夫人游春图 与岛链图看到的是对经齐胸如群 唐朝女性代对经齐胸如群 常常给我们留下性感香艳的印象 那是因为这种风格的装扮 一经敞开 罗群直系到胸部 颈部下面都露了出来 唐师所说的慢束罗群半露胸 粉胸扮演以情学 应该就是指这种服势 唐朝以前的妇女的话 她既不裸她也不透 这个是很机会 那么唐以后的妇女也是这样的 她也不裸也不透 你看唐以后的这个其他时代 如果到了一条苏年明星的妇女 裹着井的狠着呢 在唐之前的妇女 穿着都非常保守 为何唯独唐代的女子 会有如此时尚而露骨的打扮呢 在盛唐的时候啊 这个中外的经济文化交往 交流很平凡 外观来的也很多 所以它就实际上 它就体现有开放的这样的风气 开放的风气 性感的谈胸服 这些都与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 背道而驰 这两者之间又该如何共存呢 就在这个圣唐时期 那你冬天你不能穿这绿衣服 所以它实际上 这只是唐朝人穿的变装中的 一种形式 不要走开 下一节 唐朝女子丁胸装的真相 精彩尽细